无人机近一个月以来频频侵扰金门 过去金防部的国军弟兄多半采取射击信号弹来驱离 不过效果很有限 随后国军也改采防卫射击反制 终于在今天金防部证实已击落了名用 无人机行政队长苏正昌晚间也重申 不容许这类入侵行为一再发生 保卫国家我们一定寸土不让 不能有任何空隙 有任何机具飞入我国的领空 侵害我们的安全 总统已经指示要做强有力的防卫危机 我们国军都会做最适当的处置 苏正常强调任何不明机具飞入我国领空 都是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而国军采取防卫射击驱离甚至击落 只是做出适当运处 以上就是我们的张苏正继续播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开启小铃铛